机器人滑了 有没有那种 已经看不到 Alice Celine的风格 有一些 Coco Chanel的影子 虽然有很多谣言 虽然最近买Celine少了 但对他们新一季 24期秋冬的衣服 真的还是蛮期待的 因为恋爱很多 今天的无脑穿搭 就穿了他这一套小套装 开始一起吃衣服玩了 这件深蓝色的衫 我看一样衣的时候还蛮期待 因为挺喜欢这个蓝色 上身以后觉得 她养衣真的好瘦好紧 这一坡不知道被谁 试穿的崩开 我觉得她们比较的下装 可能真的都有点太短了 腋下好紧 但虽然看不出效果 这个小黑型的血厂 是有个小抖缝的 然后电子牵涩 就跟我说 它其实是两件套 要分开买 但是这个黑裙子里面 自己单穿也是可以 看边这个马力针鞋 真的还是蛮显腿瘦 也挺试穿的 穿的只有这样起 39码有点大 好乖 好乖 一人入 把这两件穿上了 这个需要单独买 但是这个阔型我超喜欢 面图就是一大bug 就是后扇特别沉 就跟我之间的totem裙子 特别像 它所有的重量都 勒在了前面这股 它特别卡 一会儿我这脸说的时候 变红了 然后变紫的 然后变紫的 这件黑包扎 次又怎样我适用 虽然特别不是我的风格 但是可能有些小鲜 也会喜欢 因为它的后扇 是不是特上的 蝴蝶鞋拉背 我自己也没有能力 把它都给系上 这材质觉得是挺不错 挺货肉材的 但是上身我觉得 不是特别的 舒服的版人 这件有点圈色差 我自己超喜欢 是铺丝系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 是里半寸的 但是它的这个里面 配的轻脑格门也特别好看 整体的皮 有点像女衣的材质 它比较的硬 比较的版 但因为它这个小A级裙子 就会简单腿 就又直又长 还挺细的 还挺好看 这个长短也很好看 能给超短的 就打底服单穿也可以 我超喜欢这个靴子 特有型 美肌上家的白色 都配的好特别啊 还有特别的石穿 它像那种 到家子里面的 小鸡儿穿的 这应该是 我生日来只会穿 唯一鸡子的 鸡鸡儿娃娃 有没有那种 天呐 硅胶吗 还是七体的衣服 单位的靴子 还是挺好看的 今天这个舞台 效果巨好 但是鸡儿说 我说 谁穿谁是老实 这是另外一镜小皮 它就比刚才我生日比较软很多 但是呢 稍微不同一点 肩线是有点复古的 就之前让我想到 iCoin的很多皮的夹克是这样 跟刚才一件比较暗淡一些 这件就比较乖了 不得不说啊 虽然这一季 手里面的话 风格特别大 已经看不到 阿里手里面的风格了 但是这一季 真的它用了这两个 黑白 这奶白色系 超级的高级 绝对是衣橱的万颜款 配这个亚光皮裙 真的是绝了 包括它的这个白靴子 它并不是冷白 而是买白色 而这则是一个长袖的 特别的优雅 可以作为个人衣橱的经典款收藏 这种真的就是 艺术万颜款 看着特别的简单 但是特别秀深 其实搭配中小短裙啊 长袭奥仔裤啊 长袭裤啊 长袭裤啊 都特别的好看 什么logo都没有 那就显得特别的气质 唯一可惜的这一件哈 因为它要保证 它稍微有一些的支撑 没有一些厚度 我觉得它做的 不是羊绒材质的 稍微贴着 算有一点点的质 那个无袖子呢 更适合去那搭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穿一个 白色的长袭裤子 直筒裤 或者白色黑色 都超级的好看 蛮紧的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这 瑟琳姐姐小套裤 真的是太可爱 如果有这种 比较乖巧的女生 真的好 这一季真的好优雅 好像有一些 Coco Chanel的名字 因为我今天穿的 打挺酷 有感觉这块漏风一样 但实际行 我跟这些群真的都好短啊 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艾莉有些少女群 真的是一秒即发 你内心深藏 那个少女感 这些大伙姐姐太好看了 是有艾莉之前的 三岛号的风格 这种大绸缎伏连结 但这个有点显微短 但不是我的风格 有一定一种 乖乖的红星也好 有热的时候 充满很好看 最近我在戏场上 看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犹豫 它是不是有点像 酒味的套装的感觉 因为它是羊毛彩织 就柔软很多 上身觉得有点老气 你们觉得呢 如果这回电影就打我脸了 然后我觉得它也可以敞开出来 就可以这样穿 这件就真的舒服很多 比其他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